故事一开始 科学家乔本重金雇佣了一名摄影师 去某栋公寓的顶楼拍摄鬼魂的照片 因为摄影师是无神论者 所以两人一直长期合作 拍摄要求和往常一样 只拍家具附近 每隔一小时拍一次 出发前乔本给了摄影师一些涂了孟杰海绵的底片 用这种底片就可以拍摄到鬼魂的影像 傍晚摄影师来到了公寓顶层 他叫好照相机便开始拍摄 头几张照片和往常一样 一无所获 他便换了个房间继续拍摄 没想到刚拍第一张 便发现照片里有个小男孩的身影 摄影师转过头 对着拍到男孩的角落看去 只见一个虚影一闪而逝 紧接着 摄影师便痛苦地捂住胸口倒地身亡了 隔天 乔本带着自己的团队赶到了现场 看到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终于证实了世界上是有鬼存在的 他面临队员封锁现场 并清空公寓的所有居民 乔本的团队共有四人 其他三人分别是苏元 胡守仁 董和美 他们发明出了一种叫梦结海绵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捕捉各种电磁波 如果能制作出大型的梦结海绵 就有可能让人摆脱重力的束缚 行走在天花板上 几天后 公寓已查出具有高剂量辐射污染的理由 收散了居民 但并没有解决居民的安置问题 外界对此次涉嫌行动充满了质疑 看完新闻的署长愤怒地将燕灰缸砸在了乔本的脑袋上 署长指责他这几年花了政府无数的金钱 还死了好几名外聘员工 但研究却毫无进展 还总给自己找麻烦 听到上次的指责 乔本只是从兜里拿出了一个金属盒子 并从盒子里取出一个正方体物质 上司一眼就认出那正是大尺寸的梦结海绵 不过乔本的研究还没有完全完成 为了后续的研究 他想要把当地犯罪联合打击组的叶启东 调到自己的团队里 叶启东不仅拥有超出常人的动态势力 并且还会读春雨 这正是后续研究所需要的 上司答应了乔本的要求 但也警告乔本 如果这次再出差错 就把他送回日本叫高中物理 此时乔本口中的叶启东 正在处理一桩绑架案 被找到的人质身上连接了可遥控定时炸弹 炸弹的密码设置了12位数 现场克解基本没有可能 叶启东此时正在监视着凶手的一举一动 就在这时 凶手接到了同伙的电话 得知人质已经被找到 并要把密码告诉同伙引爆炸弹 叶启东通过读春雨的能力 成功拿到前十一位密码 在凶手即将说出最后一位密码的时候 他通过凶手的起始口形提前预判出了密码 并击毙了凶手 傍晚 启东接到医院的通知 他母亲的电线又发作了 这次医生用了四倍剂量的药物才让他稳定下来 医生告诉启东 他母亲现在这样就是在受苦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深度昏迷 并告诉启东 如果病人陷入深度昏迷 家属就有权拔掉卫生器 启东听医生说完后 只是平静地对医生说 我妈是不会死的 隔天启东接到了工作调令 在前往新单位之前 他先是开车来到了一家花店的附近 启东透过后视镜看着门前正在浇花的女孩 女孩名叫嘉维 是启东的心上人 启东拿起电话打给了嘉维 让他帮自己挑些花送到医院去 嘉维邀请他晚上去看演唱会 他因为晚上要去医院照顾母亲 便拒绝了嘉维 挂掉电话后 启东来到了之前的那座公寓 公寓的顶楼已经被改成了乔本团队的实验室 启东来到顶楼刚要按门铃 素原就为他开了门 看着屋内只有四个人的反重力小组 启东询问为什么要找他 在问了两遍没有得到答案后 便要转身离去 这时乔本叫住了他 并询问他是否相信世界上有鬼 听到乔本的询问 启东只是轻蔑地一笑 看到启东的表情 乔本便将他带到了实验室用于隔离房间的巨大玻璃窗前 被隔开的房间里空无一物 但却摆了好几台正在拍摄的摄像机 这时乔本递给了启东一瓶喷雾 让他喷在眼睛上 启东喷完之后 再次看向空无一人的房间 震惊地发现屋子的角落居然蹲着一个小男孩 男孩此时起身 慢慢地走到了窗户旁边的桌子前 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幻影 咬了一口便扔到了地上 掉在地上的苹果幻影 片刻后便消散了 男孩又走到窗前 对着窗外说了一句什么 但却没有声音 启东通过淳语读住 他说的是下雨了 几个人看向窗外 发现并没有下雨 乔本又打开电视和音响 男孩对此毫无反应 他看不见 听不到 也不会吓人 跟人们想象的鬼完全不同 启东询问自己为什么看得到他 乔本为他展示梦结海绵 梦结海绵的原料是人类的蛋白质 能够捕捉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鬼也是能量的一种 海绵吸收到足够的能量 就能达到反重力的效果 刚才给启东眼球上喷的是 一层薄薄的梦结海绵 功能就如同滤镜 喷完就能看到不同波长的影像 所以才能看到鬼 根据观察 男孩每天下午四点半都想要出门 但他们在整间屋子包括门上 都喷满了梦结海绵 因为梦结海绵能吸收能量 所以男孩就被困在了屋子里 乔本想要知道小男孩是谁 什么时候死的 怎么死的 尸体又埋在了哪里 所以才会找到启东 启东听完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便转身就走 乔本见他要离开 便用语言刺激他说 你有权利让你的母亲就这样痛苦地活着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想死 你怎么知道死不会比活着好 启东回头愤怒地踢开了乔本的拐杖 并警告乔本 不许再提自己的母亲 之后便转身离开了实验室 傍晚 启东来到医院 发现家伟正在照顾自己的母亲 看着母亲 启东想起了白天乔本的话 他也开始想母亲是不是会恨自己 是不是也想要一死来获得解脱 看到启东的面色越来越不好 家伟安慰他说 母亲只是想看到他快乐 临走时 家伟在门口小声地说了些什么 能看懂春雨的启东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 乔本的团队调查了附近的所有人 但都没人知道男孩是谁 而房东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这时 玻璃窗里的小男孩又开始说话了 苏元正疑惑小男孩在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从门口传来了一句玻璃碎了 原来是启东又回到了实验室 乔本看到启东回来很是开心 但苏元却非常排斥启东加入团队 在行动开始之前 启东询问几人 小男孩有没有攻击性 首人告诉他 他们请的特约摄影师和小男孩相处一晚后死了 但不确定是否是小男孩杀死的 随后几人便来到了停尸间查看尸体 医院的诊断是死于心脏麻痹 但启东觉得人是没有那么容易吓死的 所以决定要看看死者的心脏 他用剪刀剪开尸体被封好的胸口 取出了死者的心脏 发现心脏上有个小孩的手印 之后启东又看到摄影师临死前拍的照片推测 摄影师看到照片后 应该会回头看小男孩所在的墙角 由此推测出小男孩可能不喜欢被别人看 所以才杀死了他 与此同时 实验室里面只剩下苏元一人 他打开小男孩的房间 想要见小男孩偷偷带走 却刚好被乔本撞见 乔本立刻将苏元反锁在了里面 等到三人从医院回到实验室 发现苏元一个人被锁在男孩的房间里 而男孩却不见了踪影 这时眼前的启东 看出苏元的大衣口袋有东西在动 便告诉了乔本 根据启东的观察 乔本催测出 因为鬼也是一种能量 能量的体积可以压缩 所以苏元将梦节海绵 喷在了报纸上 将能量包裹后压缩 然后放在了口袋里 被猜中的苏元从兜里拿出报纸 却发现小男孩已经不在了 这时启东的脸色突然大变 让苏元千万不要看自己的左边 但苏元没抵住好奇心 还是往左边看去 苏元的左肩上 正趴着消失的男孩 此时从男孩的额头上 延伸出了一条透明的丝线 连接到了苏元的额头上 并用手掐住了苏元的脖子 片刻后 苏元的尸体就倒在了地上 启东看小男孩 没有继续攻击人的意图 将苏元的尸体拖了出来 在拖行的途中 苏元的灵魂脱离了肉体 留在了原地 然后慢慢站起 向几人走了两步后 就消失在了空气中 乔本解释道 一个生命死后 精神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永远消失 这也是乔本找启东的原因 背的就是要查清 小男孩的灵魂 为什么不会消失 傍晚 公司派人处理了苏元的尸体 乔本站在一旁 一语不发 时间回到几年前 当时启东的妈妈 正在给启东做水煮蛋 在往开水里放蛋的时候 突然犯病 握着鸡蛋的手 直接伸进了锅里 每当想起这一幕 启东都痛苦不已 启东想 难道死真的对母亲 是一种解脱吗 隔天下午四点半 启东整理好装备 便开始跟踪小男孩 中途小男孩对公车招手 启东赶忙帮他拦下公车 启东询问乔本小男孩没有意识 为什么还会拦车 乔本解释说 这是因为惯性 小男孩只是在重复生前的一切动作 人虽然死了 但他的灵魂却继续过着以前的生活 傍晚 启东跟着男孩来到了七里特殊教育小学 男孩来到三年六半的教室 坐下便开始读书 读了会儿书 男孩又起身来到了走廊 这时男孩的脸上浮现出了很多脓包 启东刚要靠近仔细查看 男孩便从笼上跳了下去 启东赶忙跑到楼下查看 发现男孩头上流出的血 慢慢地倒流了回去 骨折的胳膊也恢复了原样 之后男孩起身坐到了家长接送区 嘴里念叨着 妈妈 腱脏花开了 说完之后便开始抹起了眼泪 旁边的启东感慨再也不会有人来接男孩了 跟踪了一天 有些饿的启东在旁边点了份关东煮 这在启东吃饭的时候 马路的对面一个罪汉在男孩蹲着的位置开始方便 方便完了的罪汉在提裤子的时候 正好和抬起头的男孩四目相对 男孩伸出双手就要开始攻击男人 启东赶忙问乔本怎么阻止男孩 乔本让他把孟杰海绵喷到子弹上 再用枪射击男孩分散男孩的注意力 就在启东准备照做的时候 旁边摊位正在吃饭的警察拿枪对准了他 并让他放下枪 这时男孩已经咬住了醉鬼的脖子 无奈的启东转头对着警察的肩膀开了一枪 又对着男孩的额头开了两枪 开完枪后 启东迅速地躲到了摊位的后面 正在他要探头出去看一下的时候 男孩的脑袋突然出现在了启东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孩离开后,启动被警察赶来的同伴致服 趴在地上的启动看见了男孩的脚上连接着一根透明细丝 另一边,看着回到实验室的男孩,乔本很是羡慕 男孩再也不用经历生老病死,再也没有痛苦 也摆脱了做人所需要负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乔本用署长的名义将启动保了出来 启动凭借学校的线索找到了当年的校长 从校长那里得知,男孩的名字叫陈耀熙 是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个跳楼自杀的学生 陈耀熙患有一种叫胸颈部多发性肿瘤症的疾病 患有这种病的人,会在胸部和颈部不断长出细小的肿瘤 即使做手术切除,也还是会再长出来 耀熙因为有肿瘤长在脸上,受不了其他学生的耻笑,选择了跳楼 耀熙的妈妈叫郑纯 耀熙跳楼的当天,郑纯正站在楼下的不远处,并向耀熙招手 而耀熙跳楼后,他不但没有施救,反而是掐住了耀熙的脖子,要掐死耀熙 幸亏学校的老师来得及时推开了他,耀熙才没有被掐死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郑纯偷渡到医院把耀熙接走了 从此就再也没人见过这对母子 校长怀疑郑纯把耀熙杀掉了 也有人说他会娘家帮忙,在台北附近的山上种花 启动凭借着这些信息,带着乔本前往台北唯一的一处宣草花田 去寻找耀熙的尸体 在开车前往的途中,乔本的上司打来电话 让他马上解散团队,并交出孟杰海绵 乔本听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被挂掉电话的上司决定要派人抓回乔本 与此同时,住在医院的启动妈妈因为突发脑血栓需要手术 要加人签字 联系不上启动的医院只好找来了家围 启动几人来到目的地同步辐射中心后 乔本观测了一下四周,便推测出了药锡的埋石地点 众人便开始拿起铁锹挖掘 不一会儿果然挖到了药锡的尸体 药锡尸体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启动觉得他应该是被自己的母亲掐死的 乔本认为药锡应该是怀着强烈的恨意死去的 妈 你看 宣草花开了 老实说 宣草花是妈妈跟孩子的花 宣草花开了 不愿意看到你活得这么痛苦 我 不愿意看到你 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被人家挑不起的活下去 让罪得关于妈妈 让妈妈帮你解脱 谢谢你 妈 启动不明白为何乔本能找到尸体埋葬的地点 乔本解释道 这座山底下都是同步辐射中心埋的电子加速线圈 电子加速道所造成的磁场 就是永不间断的能量供应 而药锡被埋葬的地点就是整个磁场的中心点 所以药锡的灵魂才会一直存在 几人回到实验室 决定要先用梦结海绵把药锡隔离起来 但此时的药锡却没有像平时一样蹲在屋子的墙角 而是趴在了玻璃上 几人一起看去 药锡却又往墙角走去 启动这时发现药锡的脚上 还像那天晚上一样连接着一根透明丝线 启动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便下楼开车寻找丝线另一头连接的地方 启动开车刚走 嘉维就因为启动妈妈的事赶到了实验室 与此同时 启动开车一直追踪到了一个叫深度昏迷收拟所的地方 他走进院里 很快便找到了丝线的尽头 丝线的另一头连接的正是药锡的妈妈郑纯 郑纯此时正痛苦地浑身抽皱着 大夫也推门进来开始抢救 晚上10点15分 郑纯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 医生告诉启动 在几年前大地震的时候 郑纯被压在镇垮的大楼底下 直到16天以后才被救出来 正常来说这么长时间 人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 之后医院为他做了心脏方面的检查 发现似乎在那十几天 一直有人为他做心脏按摩啊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药锡仿佛知道了母亲的死亡 张嘴发出了无声的呐喊 这时守人从监控看到了署长派来抓乔本的人 已经到了楼下 乔本把孟杰海绵交给守人 让他去把药锡收入其中 守人和何美收取药锡的时候 家伟也跟着进了屋里 这时药锡身上的透明丝线也连接上了三人 守人和何美成功地将药锡收进了孟杰海绵 这时署长派来的人已经来到了屋里 但乔本已经拿着孟杰海绵逃走了 此时在圣楼所的启东看到 郑纯床头的玻璃有一块破了 让他想起药锡曾经自言自语过玻璃破了 启东推测他们母子应该可以沟通 启东打算把这个发现告诉乔本 但那边却无人接听 启东只好打给何美 就在此时郑纯的灵魂突然从尸体中飘了出来 并出现在了正在打电话的启东旁边 郑纯盯了启东几秒后 便四脚着地地跑出了寿命所 启东见状赶忙追了上去 这时郑纯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一辆急车而过的大货车将他的灵魂带离了原地 启东便开车跟在大货车的后面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郑纯又下了车 而来不及刹车的启东一头撞了上去 还好郑纯的鬼魂没有进到他的车里 启东继续开车在路上寻找郑纯 在寻找的途中 看见了腿已经变好了的乔本 乔本告诉启东 他也能看见那根死线 并且他认为那是恨意的死线 陈耀熙是因为恨意而变成鬼 也是他的恨意杀了祖元 启东让乔本交住男孩 乔本就让他赶快去找家伟 启东刚要继续询问 旁边一辆大货车急尺而过 再一回头乔本也不见了踪影 另一边正在吃面的手人 也发现了自己额头上连接的透明丝线 啊 啊 你好, 你吃麵了, 你吃施藍, 你吃施藍 正开车前往实验室的启东打电话给何美,让她赶快离开实验室,但为时已晚。 等启东赶到实验室的时候,何美已经全身僵硬地死掉了。 此时署长正在床上熟睡,而乔本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她的头顶。 乔本已经完全掌握了孟杰海绵的使用方法,醒来的署长问乔本是怎么做到的。 他告诉书长,首先必须有很强烈的恨意,接着还要有求死的决心,最后还必须死在对的地方。 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测试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恨意。 现在他确定了自己的恨意绝对足够强烈,说完他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计时器,原来书长每骂他一次,他都会用计时器记下来。 说完乔本就拿刀捅死了书长。 启东这时开车来到了嘉维的花店,他要在郑存找到嘉维的时候引开她救下嘉维。 他先是将子弹都喷上孟杰海绵,随后便将电话打给了嘉维,让他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照着自己说的去做。 此时郑存已经出现在了嘉维的身后,启东先是让嘉维向左走了两步,然后连开竖枪打在了郑存的身上。 被激怒的郑存转移了目标,将丝线连接到了启东身上。 启东赶忙开车逃走,路上他接到乔本打来的电话。 启东叫乔本赶快放了要洗,郑存现在为了寻找儿子正在追杀自己。 不过乔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他此刻已经来到了宣草花田,打算前往死后的世界,又对启东告了句别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郑存的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启东的车里,启东不断提高车速,但却毫无作用。 郑存已经伸手穿过了靠背,抓在了他的心脏上。 启东狂踩油门,又猛打方向盘,惯性压郑存从车里甩了出去,启东的车也因此翻在了地铁口。 浑身伸伸的启东从车里爬了出来,却发现郑存依旧黯然无恙地站在马路中间。 无奈的启东只好逃进地铁,很快便走到了车厢的尽头。 这时乔本正在要洗的坟前收拾自己的仪表。 收拾完后,他拿出了孟杰海绵放出了要洗。 他看着要洗说,自己再也不用羡慕他了。 说完便拿出手术刀划开了自己的脖子。 鲜血大片地涌出,乔本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此时启东这边,郑存已经从车厢底下飘了上来。 启东对着郑存把枪里的子弹全部倾泻了出去,但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绝望的启东把电话打给了家伟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打完电话的启东紧紧地盯着郑存的双眼,而郑存用手缓缓地抓住了启东的心脏。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起了家伟在离开医院前小声对他说的那句话。 我很喜欢你,但是你不快乐。 这时,一只小手伸进了启东的胸口,抓住了启东的心脏。 在他的按摩下,启东重新恢复了心跳。 恍惚间,启东好像看到了郑存母子团聚。 之后启东先是去医院看望了母亲, 然后回到家中的启东,看到家中坐着的母亲鬼魂, 就知道了母亲已经去世了。 妈,你是不是恨我,所以你才不肯走。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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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